前生修的不好 我知道了 好好修这一生 来一生就好了 人不是一世 过去无时 未来无中 他明白这个道理 英国报应 丝毫不爽 绝对没有说 没有英 他得到富贵国报 没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 修自己的英 自己的命不好 可以修 像廖凡先生 他的命是不怎么样 但是遇到云国禅死 教他断卧修宣 积功累得 命就改了 寿命都延长了 他没求成熟 他命中寿命 五十三岁 他七十四岁 延长二十年 命里没有儿子 带有个好儿子 第三代好啊 他儿子生了六个儿女 所以马上就变成大家庭了 很热闹 他自己的 这个夜生 做官 做多大的官 是一个支线 县长 四川 很小的县份 他在那里做县长 二 没有公民 公民像现在的学位一样 他只有修才 没有巨人 没有尽死 这命里没有的 二 断卧修宣 求公民 结果考中巨人 考中尽死 在命里没有的 没有儿子 有儿子 孙子 有六个 那么他做官 做保底的支线 保底 直接属于皇上官的 这地位就高了 好像现在直下市 市长 这都是说明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 因为只是断卧修宣 急功累得就行了 然后看你的回向 看你的愿望 我想干哪也好 一定很容易 你没有修宣 你没有修功德 佛法里讲的 善根 佛的应援 你没有修起 干什么事情 都干不成 好事 干不成 坏事 也干不成 坏事 也是 情事修权 情事不修 你没 命里头 没有啊 比如做官 贪污 你贪得了财富 命里有点 如果超过呢 超过会出事情 后还下来 你命里有多少财富 古人对都能相信 现在不相信 现在认为 都是我有本事 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既得 认为公民 那是贞来的 竞争 斗争 是这么得来的 竞争斗争 还是有个命在 命里没有 你斗不过别人 你真不过别人 这是四十真相 世间的四十真相 但是 百多长 这 人 感谢观看